12月27日,据酒派新闻报道 12月21日,据中国裁判文书网 2002年2月15日,浙江平阳县毛某酒后驾驶小客车被交警大队临警查获 现场呼气酒精测试值为111毫克每100毫升 后被带至医院抽血,并被传唤至办案区刑酒 毛某的哥哥王某联系时任平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机动中队职工的志某 请求对毛某从轻处罚 志某和时任交警大队机动中队长林某和某将毛某血液样本与其他血液备份样本调换 致使毛某血液以纯含量被错误认定为72毫克每100毫升 平阳县公安局据此车案并将其释放 之后,毛某送给志某现金5万2千元 志某收受并将其中的1万元分给林某 毛某因危险驾驶罪和行贿罪过刑7个月 两名接受贿赂的民警被开除公职,双双获刑